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卻有很多将来仍然持续轨坏台湾山林 让刘正宏们继续产品农地的内容 李宏盛把全国区域计划长安交给别人 然后打破了山河 未来的台湾将是国在山河破 什么 我没有山河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没有山河了 怎么办 国已经没有山河了 现在唯一能让全国区域计划草案 被社会有效监督的方法 就是环保署的政策环平 环保署 环保署就对了 这是唯一让国不会失去山河的机会 现在只有环保署可以救国了 由于现在唯一让计划接受公开监督的有效办法 就是让全国区域计划经过环保署的政策环平 中国区域计划草案就像福茂一样偷偷摸摸摸的想要去出卖台湾人的幸福 刚刚蔡正豪有讲 他说全国区域计划草案 就是公告在内政部营建署的一个网站上面 他没说让你下载下来 几百元 那在下什么东西 我跟你讲啦 你知道吗 你随便找一个路人甲 你找一百个人来看过一遍 知道他里面写什么吗 看不懂 但是看懂了以后你觉得好可怕 现在两岸政策的部分要讨好中共 所以他说水库集水区的旁边 石门水库旁边那你也可以来吵 石门水库旁边你也可以来吵 乌山头 白河 蓝潭 仁义潭 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来吵 我说这真的是叫丧心病款的政府 丧心病款的策略 10月18号暂停实施 因为10月18号就要实施 因为9月9号公告40天 后天就要施行了 10月18号暂缓实施 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要求环保署 环保署要进行政策环平 因为现在内政部把他推给环保署说 看环保署要不要审 要不要审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要求环保署 环保署它是主管机关 它要主动甚至于 它要积极的介入这一次的 全国区域计划炒案的政策环平 那我们环团这边担心的是什么 第一个在农村里面的这些非法的工厂要就地合法 内政部营建署的意思是说 这些非法的工厂是部分的非法工厂不是全部的 所以叫我们不要担心 可是农业的生产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如果农业区里面过去乘客已久的这些非法的工厂 你现在要就地合法 就算它是数量是比较少的 对我们国家农业生产安全的生产的系统 它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第二个 他们把集水区 水库的集水区分成一级的一级水库跟二级水库 这一次开放二级水库 所谓的低污染工厂的开发 这些低污染工厂的开发呢 只要承诺就可以开发 承诺什么 承诺他们不会污染 承诺他们可以把废弃物不要放在这个集水区 但是这些承诺 以我们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六清工业区所有的承诺呢 大部分的承诺并没有履行 而且我们目前我们国家对于环平的承诺的监督的机制也没有 所以呢 这个法条的承诺呢 就等于是变相的松绑 让这些财团能够在二级的水库集水区进行开发 第三个 全国区域计划的草案里面讲 国家重大建设 不用经过区域计划委员会的审议 什么是国家重大建设 你可以看得到核废料的储存厂 在台东现在已经挂上了这个广告了 低阶核废料的储存厂 这个就是国家重大建设 你只要任何你看得到的未来的整个开发 包括了苗栗这些闹得沸沸扬扬 哪一个不是挂上了国家重大建设 也就是说未来这些不符合社会公益的这些开发案 只要轻易的挂上国家重大建设 那他就可以免于区域计划委员会的审议 可以避开很多的监督的机制 那这个国家重大建设的法律位阶在哪里 居然只要挂上国家重大建设 他就可以挑战我们的法律了 就可以挑战我们的法律 他一点法律位阶都没有 他居然就可以直接挑战我们的法律 所以我们认为 全国区域计划草案 这一点也是违法的 国家重大建设 依法还是要经过相关的监督跟审议 他才能够去做 不是说你只要挂上国家重大建设 你就不用审议了 这一本全国区域计划 他是所有县市跟直辖市的区域计划 所以呢 每一个直辖市或每一个县市 都要做政策环凭 那全部加起来 13个县市加起来 难道不用做政策环凭吗 有关水源区 水质 水量 这些改变 水体的改变 然后依这个环保署相关的 这些政策环凭的规定呢 变更 自来水保护区 或者是饮用水保护区的范围 是要做政策环凭 那全国区域计划呢 他是要去变更水库及水区的范围 他这本这个全国区域计划 他已经明白的表示在124页 他已经明确的表示他要去改变水库及水区的范围 那改变范围一定要做政策环凭 有关工业区的设置 新型的工业区 在这本区域计划里面 明白表示 要去试试10公顷以下的乡村型的产业园区 这是新的工业区 那新的工业区的设置 依环保署的这个环凭的政策环凭的规定呢 也是要做政策环凭 环保署在92年4月29号 这个环凭的决议 106次环凭大会的会议的记录 那里面针对自来水保护区 针对自来水保护区 他有做缩编的政策环凭 那在这个缩编的政策环凭的决议里面呢 他们是要维持现状 他们是要维持现状 就是自来水保护区是不能缩编 不能缩编 那环凭的这个决议呢 是有法律效力的 是有法律效力 所以今天内政部 他要去变更自来水保护区的范围 是违反这个决议 那违反这个决议呢 是违反 所以我们要告诉李弘元部长 他们内政部 你们内政部如果要去变更水库 集水序的范围 要变更自来水保护区的范围 是违反这个环凭的大会的决议 99年6月份的时候 因为那个莫拉克风灾 莫拉克风灾的那一个 事后的这个重建都还没有完成 而且他这个莫拉克风灾提出的这一个 全国计划的这一个 它是到因应到110年 110年都还没到 他们急着要下手 急着要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人民开刀开杂 为了什么 要把台湾卖掉 卖给谁 卖给中国 卖给那些财团 牺牲的是什么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后天要实施 你的合备公文是讲的是 行政院将一化 行政院因为了 这个公文 行政院核定了这个区域计划 全国区域计划 那行政院只要把核定的公文撤销 那他就不能 不能施行了 所以我们一个就是 他还没有争夺还评之前 他后天18号不能实施 行政院应该立即的撤销 核定的公文 后天不能实施 他是违法的 如果他实施的话 我们就要告他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今天来到这边 就是依据还评法的 还评细项 他虽然在 还评的项目里面 没有全国区域计划 这样的名称 但是呢 他里面有提到说 政府的相关的计划 如果对环境有影响之余者 可以主动提出 政策还评 他是可以主动提出的 内政部要主动提出 环博要接受 那现在内政部他们说 他们要下一次才要提出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下一次就是等公告之后 然后他们要修下一次 是实施之后 下一次要修订全国区域计划的时候 才要政策还评 最担心的就是 你已经实施了 之后你才要做政策还评 他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叫做信赖保护的原则了 很多的非法的工厂 他已经就地合法了 你就算政策还评过了之后 这些全部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要凭什么 你要凭什么 就好像饭店都盖了 你要凭什么 工厂都盖了 你要凭什么 当然是在还没有盖工厂之前 美丽娃饭店还没盖之前 就要凭了嘛 等你凭完了之后 我们下一次再说 下一次再说什么 全国区域计划讨案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的 我再讲一次 这是一个包山包海的一个讨案 但是这个包山包海的讨案 他妈的就是想要去出卖所有台湾人的权益 给他一来干环保署 我请给我环保署硬起来 你搞清楚 你是在保护环境的 你不是在发展经济的 你是在替人民把关的 你不是在去替贵虎作仓的 我们请环保署硬起来去要求 内政部里洪源 你给我站出来 你给我站出来 去接受人民的挑战 谢谢 明天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